下车 开子 老总的货呢 先拿钱 钱在这儿 先看货 准备战斗 等一下 你要干什么 你被他骗了 早在几个月之前 他就加入了反恐特战队 什么 我们现在 已经被特战队包围了 还有 我箱子里的钱 和你箱子里的枪 都是假的 是不是老总安排的 你一直在被老总利用 给我冲出去 晚了 包括你 别动 别动 你 李队 我们上当了 他们交易的军火都是假的 就在刚才交火的时候 我们的人 已经拿到了真正的军火 行行吧 我会让你和你的同伙 很快见面的 这些都是最先进的武器 钱 合作愉快 请转告老总 格尔特先生非常感谢他的帮助 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吧 打 anche要是 中国的工人 没想到 你们怎么办 还有好 还可以 但是 我不行那是 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黑日组织通过金刚和太子 进行假军火的交易 就是为了扰乱我们的视线 然后再通过另一组恐怖分子 进行真军火的交易 但是目前 这些恐怖分子已经被全部殲灭 所有的军火已经被我们缴获 以你的经验 黑日组织会不会有新的动作 以我在黑日组织前方的经验 戈尔特可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动作 林主任 到 严密注意 最近入境的所有可疑分子 是 林主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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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 把这个人的给我放大 立队长任身 进入国际刑警犯罪系统 进行面部识别扫描 刺身 国际上有名的杀手 之前主要活动在东欧一带 从未来过中国 果然是他 好 此身 国际杀手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 他这次来到中国的目的 是接受黑日组织的雇佣 刺杀阿巴斯 剑方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阿巴斯到中国以后 一直会有贴身的保镖 进行护卫 所以呢 刺身是没有机会刺杀阿巴斯的 唯一的刺杀机会 就是三天以后 在博览会上 阿巴斯的公开演讲 那 从现在开始 盗博览会结束 你们神鹰反恐参战队 一定要确保 阿巴斯大使的安全 务必在杀手行动前 除掉他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他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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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他谁 他哪 他谁 他可能针 他谁 去看一看 杀手可能藏你的位置 是 距离阿巴斯公开演讲 还有二十四小时 警方 到 说一下 你认为杀手应该出现的位置 是 主会长 通过我们的勘察 阿巴斯演讲的位置 正好是面对广场的东南面 凶手使用的狙击步枪 我们可以假设假设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巴雷特XM109 而这款狙击步枪 最远的有效射程 是一千九百米 所以我认为 在阿巴斯演讲的邪对面 华府百货公司 还有它的东北角 以及东南角的建豪企业大厦 还有西南角的智慧科技大厦 都有可能是杀手 选择的狙击点 命令特长队 严防死守这三个位置 同时安排狙击手 钉死这里 是 主委长 我和立队有不同意见 杨灿 让他说 刺身这个人 我调查过他的背景 曾在东欧执行过多次暗杀任务 无一失手 说明这个人狡猾异常 应该是不按常人逻辑 来完成任务的 你的意思是 杀手已经猜测到我们的布控位置 所以 会选择其他方式行动 很有可能 回来说 根据刚才立队的介绍 我认为 伯兰特酒店 会是刺身出现的狙击点 好 这个地方 我之所以没有提到 是因为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指挥点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即便是杀手进去了 我想他也很难脱身 如果他根本没想脱身呢 没什么事 就怎样